8月1日,曾为NBA太阳和火箭队效力过传奇巨星查尔斯·巴克利在最新接受采访时,将炮口对准了詹姆斯和胡仁。 这位一向以大嘴巴文明的巨星,对胡仁和詹黄进行了猛烈的炮轰。 巴克利表示,到现在为止,我仍然把詹姆斯加盟胡仁的决定,是做一个他基于商业原因做出的决定,而不是纯粹的篮球或者是其他。 我仍然希望他继续留在克利夫兰为骑士效力。 詹姆斯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?因为他的年龄,他已经处在职业生涯的下坡路上了,所以他希望未来能像一个好莱坞大亨那样。 如果他能在海滩边玩水,胡仁不会是顶级球队,他们最多也就能排名第五和第六。 詹姆斯有自己的比赛方式,胡仁的年轻人们都敬畏詹姆斯,而像史蒂芬森和龙多这些球员,不会在长时间做板凳的情况下保持安静。 所以,主教练沃顿面临的执教难度还在后头呢?现在我不确定的是,这样的胡仁,是否还是和年轻球员们成长? 笔者认为,巴克利的话有部分道理,不过也忽略了詹姆斯所能带给一支球队的凝聚力。 另外,胡仁的高层也不傻,魔术师约翰逊等都是过来人,非常懂球,而且非常懂得在他们自己和詹姆斯之间玩平衡。 他们没有像骑士老板那样,为JR和唐普森这样的球员,扔出长期的大合同,今年加盟胡仁的球员除了詹姆斯全都是短合同,这就已经充分说明了,问题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